你们的夫妻生活也是这样吗 同一个屋檐下 各睡各屋 各睡各床 没有问候 没有关心 也没有陪伴 一天说不上两句话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谁也不过问谁 谁也不看谁 连最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没有了 这个家变得像宾馆 变得像冷库 还不如在电梯里有一点热乎劲 我有一个来访者说 除了孩子 我们更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 却把原本属于两个人的生活 硬生生地过成了一个人的生活 不为别的 只为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不至于缺跌少吗 婚姻最坏的结局 真的不是离婚 而是两个人没有了感情 还要为了各种的原因隐忍下去 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做着相看两相艳的夫妻 却还得在外人面前 表现得很恩爱的样子 想要离开 却总有种种的顾虑 想要好好的过 彼此间又早已没有了情义可言 进退皆是困局 最后呢 只能在煎熬中消耗自己的年华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的 下咱们再来搭除了一个不幸的 黄小银装